大家好,我是老袁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马萨诸塞州的正式名称是马萨诸塞邦 简称麻州或者是麻省 它位于美国东北部 是美国独立时最初的十滩州之一 也是新英格兰六州里人口最密集的一州 最大的城市是波士顿 同时也是它的首府 马州是美国高科技产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在波士顿128环城公路两侧 聚集了众多的高科技公司 所有美国东部硅谷的美意 此外麻省的教育 金融投资和旅游业也十分发达 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都位于盖州的建桥 2023年1月4日 马州警局接到了一通 来自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报警电话 报警人告诉警方 他在哥伦比亚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 他们公司的区域总经理安娜 去年年底回家休假 本来预计今年1月1号返回公司上班 却在跨年夜之后 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了 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警方 麻州警方就将警情 通报给了安娜家庭住址的所在地 科哈塞特警局 由当地警方赶到安娜家中探查情况 然而当警方来到安娜家时 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安娜的丈夫名叫布莱恩·沃尔什 根据她的说法 在跨年夜过后的1月1日早上 安娜接到了一个电话 然后就匆忙出门 出门前 他说他要回到华盛顿 处理一个紧急事务 然后就一直没有再回来 而且他要告诉警方 头天晚上他突然发现 妻子的电话关机了 尝试打了几次都没有打通 为此他通过各种办法 终于找到了公司的联系方式 这些警方到来之前 他刚刚才打过电话 向妻子公司的同事 询问他的下落 布莱恩的这个说法 得到了公司的证实 1月1号那天 安娜确实有一件比较紧急的业务 需要处理 而且警方在询问了周围的邻居之后 得知夫妻两人的关系一直都很和睦 此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的现象 于是就排除了丈夫的嫌疑 那么 独自一人外出的安娜 没有回公司也没有回家 他会去了哪里呢 因为安娜的家为当地有名的富人区 警方就将侦查的方向放在了绑架案上面 他们在互联网上贴出了寻人启事 并且以安娜家为中心 对周围的地区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但是折腾几天下来没有得到任何的线索 于是同时啊 警方对安娜的手机和银行记录也进行了核查 可是这几天啊 安娜的银行账单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 手机也早已关机 没有办法借助技术手段确定它的位置 侦查局面就此陷入了僵局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采取最奔的方法 对安娜生前的人际关系进行排查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可没有想到的是呀 正是这个笨方法 让侦查工作出现了转机 通过调查 警方了解到了安娜的过往经历 安娜沃尔什并不是美国人 她出生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兰德 那里历史悠久 却饱受战火摧残 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和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2005年 22岁的安娜 从贝尔格兰德大学毕业后 孤身一人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美国 他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里 找到了一份服务员工作 也正是这个时候 他和布莱恩相识 并最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安娜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要求 而是更加的努力工作 在换了几家酒店后 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房地产行业 首先随最底层的销售做起 用了8年的时间 一步步的成为了哥伦比亚特区 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区域总经理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 这期间他始终维持着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在生殖的同时 还在8年的时间里 剩下了三个小孩 说他是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 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安娜也并非没有一点烦恼 他所在的公司 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可是那里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 他只能先把家 安在了丈夫的老家 威尼麻州的科哈塞特小镇上 工作的地方和家庭相距数百公里 安娜也只能两地奔赴 每个周五下班后 他都会打车到机场 然后坐上两个小时的飞机 先到波士顿 再打车回到科哈塞特 每次都要花上四五个小时 但是为了和家人团聚 安娜基本上每周都是雷打不动的 一遍一遍的往返于公司和家庭之间 为了能够在哥伦比亚安家 安娜用自己的行业经验和资源 瞄准时机 用手头上不多的钱 投资了小镇上的一处房产 并且在两年之后 以近乎两倍的价格卖出 获利六十万美元 凭借这一收获 安娜终于有了在哥伦比亚特区买房的本钱 然后她就在公司的附近买下了一栋 足够一家五口住的连排别墅 她计划着将丈夫和孩子们接过来 那样的话 她就可以天天回家 也不用如此的奔驳了 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她的梦想 在她努力的为这个小家的幸福不懈奋斗时 她的丈夫却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与安娜不同的是 她的丈夫布莱恩·沃尔什 从小就在美国找她 父亲是波士顿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家里面的条件十分幽默 但不幸的是 她的家庭并不和谐 在布莱恩童年时期 父母两个人每天都在吵架 并且还会将她所为出气筒 动则就是非打即骂 甚至在她六岁那年 父亲还放任家中的毒品犬袭击她 以此来报复她的母亲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布莱恩性格偏激 虽然表面上与人为善 但实际上对所有的人她都心存戒备 幸好她遇到了安娜 这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女孩 用天真浪漫的性格俘获了她的心 两个人从相识到结婚 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结婚之后 因为工作的原因 安娜只能在周末才能回家 布莱恩就主动承担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在家里面带着小孩做做家务 就这样两个人结婚之后的生活虽然平淡 没有大富大贵 但他们一家五口的生活 也还过得去算得上其乐融融 然而在2018年的年初 一封电子邮线打破了他们家庭平静的生活 这封邮件来自于布莱恩的朋友李弗林 可是收件人却并非布莱恩 而是安娜 在邮件中 李弗林告诉安娜 布莱恩在2016年之后 以8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她两张假话 被她发现之后 布莱恩却以各种的理由拒绝退款 无奈之下 她只能通过朋友 打听到了安娜的联系方式 当安娜看到这封邮件时 大为震惊 她第一次知道丈夫的这等往事 但当她要求布莱恩对此事进行解释时 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回复 布莱恩坚决否认自己卖个假话 她告诉安娜 不要去理睬李弗林 她只是想讹诈自己而已 新任丈夫的安娜没有怀疑她的说辞 可是没有想到 几个星期之后 李弗林将布莱恩告上了法庭 但是布莱恩已然坚决否认此事 一直到了2021年4月 在法官监禁判决的威胁下 布莱恩才同意赔偿李弗林的损失 但即便如此 她被判处了坚实居住 要想离开住所 就必须要紧过警方的同意 更令安娜烦心的是 因为布莱恩和她的父亲的关系恶劣 她父亲死之后 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的遗产 而将遗产都留给了她的堂哥 不甘心的布莱恩 强行拿走了父亲收藏的几张名画 并且将其出售 为此 布莱恩的堂哥将她告上了法庭 要是她偿还不当获利 这让夫妻两个人 陷入了矿人赤酒的法律斗争中 甚至还有可能要背负上100万美金的债务 因此安娜的搬家计划也不得不就此克制 只能继续每周往返于哥伦比亚和科哈塞特之间 直到2022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 关于安娜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 我们不能确定 安娜是否对布莱恩的种种恶劣行径产生了厌烦 但是不得不怀疑 这对表面恩爱的夫妻 已经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痕 这也给了警方的侦查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从接到报警电话 对安娜家周边进行搜索 再到侦查陷入僵局 警方一直都在顺着布莱恩所说的 关于安娜在2023年1月1日 外出离家的供述在进行侦查 但假如这位有欺诈前科的丈夫 唇头到尾都是在说假话呢 有没有那种可能 就是安娜从来就没有踏出过那个房门呢 想到这里 警方对所有的环节 重新进行了核查 也别说 这一次 警方确实有了惊人的发现 警方调取了安娜的手机使用记录和当地的航班表 发现1月1日当天 安娜根本就没有打过车 也没有订过机票 并且那天 波士顿机场也没有前往华盛顿的航班 而且警方还发现 在1月2号和3号这两天 安娜的手机 曾经在家里面短暂的发出过信号 也就是说 布莱恩所说的 关于安娜在1月1日当天打车去机场赶服华盛顿的共赎 完全是在撒谎 甚至直到3号之前 安娜还在家中 最不及也是她的手机 是留在家中的 而布莱恩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一点 更为可怕的是 根据布莱恩此前的判决 他需要对自己的每次外出进行备案 但当警方 调取小镇各个路口的监控后 却发现 布莱恩曾经告诉警方 关于他1月2日和3日 前往杂货店和探访母亲的说法 都是编造的 他在1月2日当天 在超市花费了450美元 购买了清洁剂 拖把刷子 胶带防水布 防护塑料套管 水桶 护布镜和一把斧头 超市的监控录像显示 他戴着手套将这些东西放进了推车 但是布莱恩并没有向警方报备这些行程 那么他购买的这些物品 打算做什么呢 他不报备这些行为 会不会是在隐藏着什么呢 在调查人员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想法 也许布莱恩就是那个导致安娜失踪的罪魁祸首 想到这里 他们马上就形容了起来 在2023年1月8日 以涉嫌防疫调查为由 逮捕了布莱恩 并且对他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审查 这一次呢 尽管布莱恩急地否认和安娜的失踪有关 但警方在他的手机中 找到了令人不安的搜索记录 1月2日凌晨4点55分 布莱恩在网上搜索了 尸体多久后才开始闻到气味 4点58分 搜索了如何阻止尸体腐烂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布莱恩又搜索了 如果你真的需要处理尸体的十种方法 DNA能持续多久 是否可以对部分遗骸进行识别 当你把身体部分放在岸里会发生什么 以及 是把犯罪现场的衣服 收起来好还是洗干净好 而且在随后的几天里 布莱恩还用儿子的iPad 不断地从互联网上 搜索的各种肢解和处理尸体的方法 甚至他还曾经搜索过 是否会在没有找到尸体的情况下 被指控 警方对布莱恩的住所 也重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搜索 并且在地下室里 发现了几坛血迹和一把带血的刀 经过检验 上面的血迹 正是来自于失踪多日的安娜沃尔什 案件侦查到这个阶段 警方已经可以合理的怀疑 安娜极有可能已经被谋害 而凶手大概率就是布莱恩 但令警方难办的是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安娜的尸体始终不见踪影 在对小镇上的监控 进行全面的排查之后 警方发现布莱恩 曾多次前往20公里外的一个垃圾站丢垃圾 但就在警方赶到之前 那个垃圾站 已经对存储的垃圾 进行了焚烧清理 他们没有办法得知 布莱恩曾经在这里丢过什么 如果安娜已经遇害 那么她的遗体 可能已经被肢解 被丢弃在那个垃圾站 并且随着垃圾的焚烧 化成了灰迹 但这一切 仅仅只是怀疑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表明布莱恩确实那么做过 更没有证据证明 安娜已经遇害身亡 目前 在麻州当地的检察院 只能以涉嫌谋杀 暂时拘谱了布莱恩 但是迟迟没有找到 较为实质性的证据 对布莱恩进行定罪 布莱恩也正式抓准了这一点 坚决否认自己和安娜的失踪有关 甚至在拘谱时 仍然镇定的保持着微笑 但是要想定下布莱恩的罪 也并非没有可能 但需要调查人员拿出更多的证据 去间接证明安娜已经不在人世 否则到了最后 很有可能 只能以妨碍调查 或者是涉嫌故意伤害为由 对布莱恩进行定罪 而非最初的涉嫌谋杀 这个案件到了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希望警方可以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找到更多的证据 让法律的制裁 能够落到实处 这个案件让老员唏嘘不已 能力出众的安娜沃尔时 为了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孤身一人从塞尔维亚 千里迢迢的来到美国 从酒店服务员开始做起 再到房产销售 最终用了八年的时间 让自己华丽变身 他拥有了稳定的事业 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谁想因为在感情上所托非人 现在落得一个生死不明 在此 我也真心的劝告屏幕前的观众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与人交往呢 一定要擦亮眼镜 你永远不知道 那张人皮下面 究竟是寿心还是真心 尤其是决定结婚的另一半 更是要小心在小心 因为一旦不慎 付出的代价 很有可能就是宝贵的生命 好了朋友们 揭开世间迷恶 洞察人世身怀 我是老元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我先不见过来的一个视频 打扎